直播系统的设置应该怎么办呢 我就由最简单的设置开始讲气 这个就不用买一个Video Mixer 只是有一个基本的设置就可以了 怎样是基本呢 影像方面 你就用摄影机 你可以用一个Webcam 一个USB的Webcam 或者用iPhone或者Android电话的相机 然后就用USB搏进去电脑 那么Video的部分就解决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电脑画面的Capture 你可能用PowerPoint做投影 你就有一个PowerPoint的影像 就是用这部电脑做PowerPoint的投影 然后声音 声音就由音响系统直接搏进去电脑 刚才介绍过用 就是有一条线直接搏进去电脑 这个就连Audio Interface都不用买了 这个就是最简单或者最低成本的设定 好 那怎样用iPhone呢 这边就放了几条线 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 这个大家自己在PowerPoint上按连续去看 这个设定你按回这里去做 按Android的话 有一个App叫IPWebcam 你可以试一下 因为这个我没有试过 我就用iPhone去试 iPhone出来的效果都不错 好 如果你不是用iPhone 你用Webcam的话 那怎样做呢 用Webcam的话 首先你就把你的Webcam搏进去电脑 然后你去OBS那里 在加来源的位置 就加一个视讯吉取装置 好了 选了这个 然后 我就建立你打个名字 然后呢 出来这个画面 你就选择你用哪一个装置 例如我本身电脑有一个镜头 我可以选这个Facetime HD camera 这个 那就会用了这个Webcam 来做画面 然后下面呢 就选择解像度 一般来说 你选择它自动选择的 就OK 选择完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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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一下 就会出来右下角 是不是 它出在左上角 一开始 你可以自己再resize 再在半位置放在不同位置 如果你不是Webcam 你想用iPhone去 iPhone的话呢 你就要在iPhone那里 开这个App 这个叫OBS Camera的App 开了之后呢 当然你的iPhone要接駁到电脑了 在电脑那里 你就选择增加一个来源 那个来源就是iOS Camera 然后呢 就选择你的电话 然后确定呢 就会加进去 那就会出在你的余览画面那里 或者如果你没有用工作室模式的话呢 就会直接出在你的直播画面那里 那你就可以在画面那里去 去教一下它的大小 或者搬位 那我现在先放在右下角 好 然后呢 我亦都有一些short cut 去帮我把它放在不同位置 那你可以 例如拉伸到萤幕大小 就把整个画面放在直播画面那里 即是全大小的放在那里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设定 这个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试一下不同的效果是怎样的 好了 那处理完这个摄影机了 这个可能已经讲完了 那处理了 那然后我想Capture Powerpoint 画面 那我就选择 又是增加来源 就是刚才的位置那里 增加来源 然后选择吉取形光输出 那然后选择0或1 就视乎你有拼了几个屏幕 一般来说 如果你做Powerpoint 投影 都会有主机 和有一个出投影的画面 即是可能拼了Projeta的画面 那有0和1 那你就找回你想出哪一个 那上面可以立即看到画面是怎样的 那选择完之后 就按确定 就会放在画面上 那又跟刚才一样 你调一调一个尺寸 那我就当我放在左上角这个位置 那我就不会搭着那个 那个讲完的画面 好 然后再加上声音 Video我们处理了 到声音了 那声音呢 又是加一个来源 然后吉取音效输入 就选择你输入的来源名称 就是选择你的声效卡的输入 选择完之后确定 那它就会出在音效混音器那里 那因为本身我的镜头 它也有个声音的输入 所以我这里瞄了 因为我不会用这个 我就会用音响系统拼下去 那我这里控制完呢 就已经做完setup 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可以直播出街的画面 那这边来的了 好了 那有点点的技巧来分享 那这里 那就是 因为这里是 每一个都是不同的layer 不同的图层 那你先先先先后 会影响它出来的效果 例如最左手边这里 最顶层摆最高的呢 就是那个吉取音乐输出 就是你的电脑屏的输出 那由底呢 是那个camera 相机的输出 那如果我想这个港元摆前一点 那我就在这里移位 我就半上半下 我就将camera摆到最高 那出来的效果呢 就会这样 就会变成了 相机画面摆到最前 就会遮住了少少电脑画面 那这里你可以做一些fine tune 看你想要什么效果 自己去试吧 这个操作也是很简单的 好 那你搞定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按开始串流 就可以直播了 那呢 按了开始串流之后呢 你还要去YouTube那里 按开始直播 因为YouTube收到讯号 它不会立即和你开始直播的 你要自己按下开始直播 那它才会将这个讯号呢 就 send出去 那你进来YouTube那里呢 就按开始直播 就可以了 那如果这个键呢 你按不到的话呢 那就是说你OBS那里设错了 因为YouTube收不到你的讯号 那你就查一下 OBS那个串流码是对 还是不对 好 那当你的直播完成了 例如你的崇拜完了 那你就按停止直播 那它就搞定了 就完蛋了 自己会帮你停止直播了 那你回到OBS那里 停止直播的输出 那便完成了 那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设置 有一个镜头 有一个电脑的输出 还有有一个声音的 搏的声音下去 好 这个就简单的设置 那么一个复杂的设置 就用到我们这个 Video Mixer 那这个设定就是这样的 我会将第一 第一我就会搏了电脑的输出 第二和第三呢 就分别搏了主摄影机 和側面的摄影机 那然后四就 就看你有没有多个声音机 那你可以再搏下去 那你就可以玩分镜的效果 那然后声音呢 就搏到那个Mixer那里 就是那个音响系统那里 那然后USB呢 就搏进去电脑那里 那它这个Video Mixer 还有一个功能是HDMI O 它可以将你这个Video Mixer 的讯号呢 再搏到一个屏幕那里 那你可以立刻看回 出来的画面是怎么样 那这个就 这个就 详细地去描述 我的设定是怎么样 那在OBS里面 如何设定呢 在OBS里面呢 我可以 增加来源 就增加一个 视讯吉祥装置 然后就选回 Black Magic Design Resolution 就选回 适当的解像图 通常都是192048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东西的话 那也都选回一个播放速 60 即你个目标60架 加下去 然后就加个声音 下去 因为是分开的 在OBS的设定里面 那你加完我的Video 就加上Audio Audio就是将Black Magic Design 就选择了这个 然后在音效输入那里 选择了它 然后就确定 那就会加进去OBS那里 好 接着就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看上很多按钮 这个功能好像很複雜 很难用 但是解释完 其实又不是那么难用 因为它很多按钮都是重复的 好了 最底这个 就给你选择不同的视讯输入来源 HDMI 1234 那红色灯那个就表示它正在用 我现在就试试转一下 好 那我现在正在用3 3后你会看到转 你会看到它正在上灯 那我可以转2 2 又是我 1 那我可以这样转来转去 每一个都是表示 一个信号输入 一个视频的信号输入 那旁边就有两个小的按钮 这两个小的按钮就是 黄这个就很明显 一个黑色画面 什么都没有 那Steel这个就是可以显示 一张预载的图片 那这张图片呢 你就要用它的转型 它是可以放进去的 这个 如果你用OBS的话 这个功能就必须要用到 因为OBS可以直接插入一张图片 那就不需要在这里搞 好 然后右边有很多这样的按钮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效果的按钮 就立刻转了 转去2 1 那这个就没有任何转场效果 那如果我选Auto 就是第二个大按钮 Auto这个按钮 选了它 然后 上面有一些小的按钮 这些小的按钮就是 它的转场效果是哪个 那这里有6款转场效果 给你试 那我马上试一下 这个是3 那我现在用的转场效果 就是Mix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Fay-In-Fay-Out的效果 这个应该是最常用 这个叫D.I.P 这个就是 这样的 变造一张颜色 然后那张颜色再变成形象 3 2 1 这样转来转去 那种颜色 那种颜色 你可以用程式转的 你不用白色 你可以转 红色或黑色 那也是可以 这个 就可以靠程式转到颜色 然后 上面 还有这几个按钮 例如按这个 这个就是叫做 擠压的效果 那怎么擠压呢 是没有这个推的 推左推右 这个不是擠压 整个画面推过去 好 看到了 好 然后这个 这个是擠压 刚才合作 刚才那个是推2 这个擠压的效果 就是这样 按扁了 然后转到另一个画面 按扁了 是不是 那 还有两个的 最顶的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不过你看看 你就不知道 就是这样的 打直地掃过去 又移动 移动这个 是在镜头做的 不关部门事 好 这个 由上以下 这样去 掃过去 OK 这个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 键叫做 FTB 这个简式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 Fade to Black 如何 Fade to Black 就是这样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画面全都黑了 按一下 这个就是把画面淡化去黑色 就是这样 好 这个是示范的 回到PowerPoint 我现在有个画面图 先重复 好 讲漏了一件事 这里有个时间 有0.5秒 1秒 1.5秒 和2秒 这个就是给你控制效果的长度 有多长 转场效果的时间有多长 我现在试试 原本是0.5秒 我转做2秒 然后呢 我用一个 Fade in Fade out 一个Crossade 的效果 转 那时间就会长一点 就是这样 要短一点 就是这样 可以看到分别 好 回来了 好 然后上面这个 画中画的效果 就是开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画中画的效果 我可以跳去不同的位置 我可以跳去左上角 我现在左上角 我现在左上角 右上角 再按 再按 左下角 右下角 转去 然后 Off On 对不对 这个很容易明白 好 回来 然后 这个是Chroma Key的效果 最后再说 因为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好了 然后 刚才说的 全部都是跟画面有关的 接下来就说 跟声音有关的 因为其实HDMI 这个 这个 这个插头 它是可以 送上声音的 所以每一个画面 即HDMI 1234 这个讯号的输入 它也可以送上声音 那么在这里 下面这个大框 就给你选择 我用不需要开声音 如果你On 的话 你不会听到 HDMI input的声音 那么Off 就完了 然后上下 就调大小声 这一排就讲完了 然后上面这排 上面这排 就是 因为本身 这个Video Mixer 它可以插两个声音的进入 有M1 和M2 那我就 一样可以选择On Off 和大小声 那这里 有两组了 好 最后这排 这排是什么呢 AFV 这个按针 就是 它是一个简寫 它就是说 Audio Follows Video 就是说 当声音 当视频的输入 启用的时候 同时开启声音的输入 就是你想的声音 是跟着画面去走的 例如你第一 你拼了电脑 第二 你拼了Switch 这样才算 一个游戏机才算 那么我选择了这个 当我由1 本身1是在出声 我转去2的时候 然后呢 如果我按着了这个AFV 那2号的声音 就会输出 出来的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一般来说 我都不用这个功能 我就喜欢自己选择On Off 好 接着是这个Reset Reset就是重设音量 就是这里大大小小的按完之后 我想回到原本的 那个Level 我按Reset 就是这个仔